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大臣无量寿经白化解 上一次我们讲到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今天从下一段经文开始谈起 我们先念一下经文 聂魔见网解诸残伏 远超声闻辟知佛地 入空无相无怨法门 善利方便显示三圣 与此中下 而现灭度 我们看注解 首先谈到 裂魔见网解诸残伏 裂 破裂 就是破裂 魔的含义 制度论说了 夺慧命 坏道法 功德 善本 叫做魔 就是夺掉人的慧命 一个人生 一个人生起正性的心 这是他的慧命的开始 但魔给破坏了 慧命的重要 必要比生命不知超过多少万倍 那这一点呢 我们得自己体会 就像佛经 开经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闻佛法的 因缘 是很不容易的 就好像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过了之后 等 弥勒菩萨 从多率天下来 成佛 那要五亿七千 六百万年 所以文法的时间 是在无尽的时空当中 是稀有难逢的 所以 伤害人的生命 罪小 坏人的慧命 这个罪很重很重 所以断人慧命 都是地狱罪业 那当然 我们 自己 也要 珍惜自己这一身文法 的机缘 今生不将此生度 更待何时度此生呢 所以不能拿自己的法生慧命 开玩笑了 所以这一段开解 对我们就很重要了 假如被魔 夺走了这个慧命 破坏了你修道法 做功德 种种善行的根本 都被破坏掉了 所以叫做魔 魔 见呢 广义的说 凡夫心中所起的 都是见 都是见解 我们听老一章讲经当中 都有提到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意思就是见 四十二章经当中提到了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同一个意思 讲了两遍了 代表 我们是很容易 顺着自己的想法看法的 所以师长一堂修行 修正自己错误的 想法看法 说法做法 而这个说法做法 它根本是想法看法 我们的见解 思想 才去指导我们的言行 所以修学 老和尚讲经一直强调 要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 烦恼稀气 也就是不能随顺自己的 想法看法 好 那 狭义的说 广义是凡夫心中所起的 都是见 广义说 决定性的见解 叫做见 人们常说的见 是指后者 一些很关键 决定性的见解 偏差了就麻烦了 你有一个固定的看法 你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像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 戴了红的眼镜 看什么都是红的 我们常说成见 你对这个人有成见了 其实你看他就越看越偏了 以前也听过一个故事 比方这个乡下 有个农民 农具丢了 他产生一个想法 一定是某某人偷了 结果越看越像 绝对是他 一定是他 这么想了 过没几天 自己在某个地方 发现自己的笼具了 跟人家根本没头 就戴了这个有色眼镜 我们这一品经叫 德尊普贤第二 普贤行要尽性不着相 尽人家的本性 不着在人家可能做过的一些行为 或者言语 我们看到人的时候 往往先浮现出 他过去给我讲了什么话 他过去给我做了什么事 这个感觉一起来 我们就很难对对方 是很亲近 是很真诚的 所以这个普贤行 首先礼敬诸佛 我们闹的印象 对人有成见了 那要礼敬他 有点勉强 好 举个例子 这个好像是在佛话 这个佛典故事里面 释迦牟尼佛 他去托波 一群小朋友过来了 看到佛陀他们很欢喜 那这小朋友 他们刚好在玩土 佛来了 很高兴 把他们玩的土 马上就 放到 要放到佛的波里面去了 这个适者在旁边 要去制止 准备要骂这个小孩了 这佛马上 今天拿到好东西了 因为这适者 他心里就想 这波是放差的 他有一个认知了 怎么可以放这个 这个脏的土呢 但你看佛 他清净的心 他照到孩子的诚意 他们怎么诚心诚意 把他最喜欢的东西 要供养给佛陀了 见性了 没有出现了 这个 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 你真的都不露对方的印象 可能对方都觉得 哎呀 几件事对你很不好意思了 但你都没有放在心上 他做了一点好事了 你又赞叹他 很真诚地赞叹他 就触动他的善根 哎呦 我做了那么多 让他不高兴了 他居然都没放心上了 今天还要公众赞叹我 人的善根就因为我们 真诚 不着相了 诚就能感通了 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个频道要接上 都要练这个 不着相了 这样才能理尽诸佛 我还听过一个示例是 我们一提到狗 有一句俗话叫 狗改不了吃死了 结果这个狗 见到观音菩萨 他下一个动作 就把他的死要供养 释迦摩利 这个观音菩萨 结果他这么一做 他是解脱的畜生生 因为他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这个 不要存有这个沉见 所以这个不要存有这个沉见 不要存有这个沉见 这两种见 这举例一般人容易形成什么见解 而且这些见解的影响很大 决定性的见解 没有了 人死了 如灯灭 什么都断了 没有了 这叫做断见 这是错误的 我们感受感受 一个人形成一个见解之后 就会影响他的行为了 一个人假如听别人一说了 产生了 真的 人死了 啥都没有了 那我接下来 这个人生要怎么过 哇 我得及时行乐了 那有可能 他什么坏事 他也敢做了 反正死了都没有了 他没什么畏惧心了 一个见解错误之后 延伸出来的行为 那很偏 而且错误的见解会误找自己 你自己还觉得很对 还告诉别人 甚至于还告诉小孩 我跟你说 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哇 你把他的慧命都给胀了 你错误的见解了 这也算会夺人 慧命啊 另外 我修的 生的天 永远不死了 这个肉身变得今生 永远不坏了 这是常见 这个也是错误的了 人在六道当中是一直在轮转的 也不是说 我这一生是人了 我下辈子也是人 那不见得了 看我们照做的 业 是带我们去投胎了 所谓 祸业苦啊 迷惑了 迷了就照业了 比方说我们这一生迷了 比方说自私了 自私就迷惑了 自私就会有照做的行为 去伤到人了 伤到人就造恶业了 这个恶业 就带我们下辈子去投胎了 那就看照做的业 重到什么程度了 太重了 可能就都到地狱去了 所以断肠两贱 叫做边贱 边即是矛盾的一方面 断肠是一对矛盾 你看这两个见解是相对的 断肠是一对矛盾的 矛盾跟蹲 也是一个 好 好 好像有个故事讲了 我这个矛 什么 什么蹲都可以戳过去 这个顿说我这个蹲 什么毛也戳不过 这两个认知就形成矛盾了 断是一边 长是一边 凡夫不落断边 就落在长这一边 那这个边界是十种见识货之一 都是斜见 就错误的见解了 一个人沉见过身 这个颅 这个颅就是辟预 人体内长成了骨刺 行动不变 十分有害 对自己有严重的害处了 所以这样的沉见就叫剑刺 就好像身体长骨刺了 斜见很多 这个剑刺是从对我们的伤害 那斜见很多 叫做剑灵 树灵的灵 那身陷临终不易出离了 我们有时候对很多人事物沉浸很多 自己在那想 想了自己都很痛苦 我们身陷在都市丛林中 很多这些想法 看法 价值观 我们能不能随步逐流 这个都不简单 身陷临终 不易出离 种种斜见 错终交织 形成诸网 像蜘蛛网一样 那就叫做剑网了 所以裂 磨剑网 裂就是把它破裂 撕掉了 所以这个剑网 所以我们学习了黄老这一段教诲 我们下一次再看到蜘蛛网 应该会产生关照 我不能把错误的见解 把我自己给困住了 逃脱不了了 挣脱不了了 所以这个剑网就令人难脱 所以叫斜见网 磨剑网 好 那事无量心 慈悲洗舍 这个都是我们要修的 这个十三一道经里面就有 这些教诲 磁庄严固 愚诸众生 不生脑害 有人因我们而生烦恼 我们要反省了 不够迟了 所以假如 这个十三一道经经文 我们常常随闻路关 就提醒自己 自己讲话 不要去吃到别人 不要让人生烦恼 不起脑害 这个言语要柔和 言语让人生欢喜性 悲 庄严固 敏诸众生 常无厌舍 怜悯众生 不舍弃众生 这是悲 比方我们现在学佛 也厌喻去护念他人 但是我们不能互念别人互念到 算了 不理他了 在这个悲心就不够了 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本来前面这些付出还是挺难得的 这个心念一起火烧功德领 功德不好保持 所以这个常不厌舍 不舍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我们应该在这个境界当中 关照自己 是不是耐性不够 是不是有点强求 有点攀缘 佛菩萨帮助众生不急于一死 因为我们一急 我们的心就浮躁 心就容易带情绪 可能就这样的言行一出来 适得其反 所以要帮别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 心要是真心 要用对才行 因为别人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我们的振报 振报是我的心 所以真要帮好别人 最重要复好自己的心 你没有富豪了 这个心里面夹杂着控制 夹杂着情绪 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现在世间常说 爱你没商量 看起来还有一个爱 没商量就强迫中奖 有种控制要求 你看佛菩萨的行使里面 有没有强迫别人的 这个喜庄言故 叫水洗 喜庄言故 见修善者 无无贤疾心 看到人家修善 水洗赞叹 不嫉妒 不嫌弃 不嫉妒 不会排斥别人 你见到善人 闲人排斥 我这个业可重 这个舍装言故 于顺为静 无爱慧心 顺静 不生贪爱 逆静 不生称慧 这个是舍 而 这里黄老提到了 舍 所要舍见 要舍掉 舍弃一切 邪见 一切分别 就像刚刚说的 顺为静 你不起分别 它是顺跟逆 你就不会产生 顺静贪爱 逆静称慧了 我们往往起了分别 再发展 就是执着 禅宗 深叹大师 有提到了 但莫真爱 动然明白 人这个爱真心 一起来 就烦恼做主了 大家去感受感受 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 这个心都 动起来了 喜欢一个人 没问题 没问题 支票都开出去 讨厌一个人 那对立的情绪 称慧心很容易起来 看人看事都看不清楚 不可能明白 所以大学里面说的 好而知其恶 物而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所以这个爱真心 会搅着自己的心 清静不下来 大学又具体讲了 这个 故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妙之恶 当父母的人 对自己的孩子产生贪爱 就觉得他还是什么都好了 可能幼儿园老师提醒了 他都没有放心上 所以慈母多拜子 古人这个话就是在提醒了 当我们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要冷静冷静 不然你看他看不清楚 你也帮不了他了 我们爱一个人 就是为了帮助他 护念他 这个爱产生偏执了 你不只帮不了他了 甚至害他了 别人指出他的问题了 你还袒护他了 那不是害了他吗 莫知其妙之恶 比方说这个农夫他心里有贪念 他就觉得 我希望长很多 结果他期望很多 他就觉得 我这个长得不过多 他已经长得比别人多多了 但是他心里就有这种希望更多 他就觉得太少了 这对事物看都不客观 所以这个真战大师讲到的 但莫真爱动然明白 修行人要把爱真相放弹 这个是所要工作 那夏老的法语里面分析到 烦恼起于爱真 爱真又起于分别 所以假如能够舍弃一切分别 这个烦恼从根上就把他砍断了 你把这些错误的见解都舍掉了 那这个就是猎魔见亡 但古云舍生容易舍见难 我们佛弟子 问他 你愿不愿为佛门牺牲生命 牺牲生命在所不辞 这叫舍生容易 舍见难 老阿弹讲经也说 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 人为什么吵架 觉得自己对 对方不对 他这个认知多强 他学了二十年三十年了 其实他的自我的认知还是很强 佛菩萨都教我们横顺众生 怎么还吵得起来 老阿弹说别人做的也是对的 所以这一句舍生容易舍见难 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了 所以老阿弹说 修行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稀奇 不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你看孔子 孔子没有哪一句说 我说 我觉得 孔子说 恕而不住 幸而好顾 所以老阿弹这一句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烦恼稀奇 在讲经当中常常出现 出现频率越多 代表这一句教诲越重要 那我们观照观照 我们现在有没有随顺佛菩萨教会 我们要随顺佛菩萨教会 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的 这些见解 谁啊 你不放下怎么随顺呢 用我们现在熟悉的电脑操作 就是我们现在遇佛法 还没有遇佛法以前 把我们自己折腾的 很多烦恼 像我折腾的 跟我的姐姐站在一起 人家都说 你的妹妹 这叫忧能死能老 所以自己的这些想法里面 也延伸出很多的忧虑牵挂 那现在既然已经遇到佛法了 又遇到了老上这样的大善之士了 这么好的姻缘怎么珍惜啊 珍惜不能是嘴上讲的 要有实际行动 实际行动 依教奉行啊 随顺佛菩萨教会了 我现在随顺 要按一个键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用电了 用大家熟悉的来比喻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了 按什么键呢 Delete 选好了 他遗憾把它剧掉了 那每天听经文法 正知正见怎么样 把它张漏进来 下载 那这些功夫啊 都要自己下了 有没有人要delete的时候说 哎呀 这些想法跟了我几十年了 有点舍不得 这个就好像 这个身上背了很多烦恼 就好像背了垃圾一样了 背了几十年 现在知道它是垃圾了 要把它丢了 要丢出去的时候要拉回来 他跟了我几十年了 有点舍不得 那这个就不妥了 你已经认知 知道它是垃圾了 它是垃圾了 那应该要惠剑断烦恼 一刀要把它砍断了 就是舍贱了 好 黄老慈悲了 进一步知道我们怎么舍啊 要舍弃一切邪见 用着直须猛追大四智菩萨 大四智菩萨的修行方法 单提一句慎好 静念相继 就用这一句佛号 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 把它清空了 心里不装这些妄念 不装这些晨见 我们常常说要真诚待人 你不把心里面这些晨见 清空掉 要真诚待人 不容易了 所以心中常有佛号 这个人就越来越真诚了 静念相继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样才能 透脱魔剑网 才能彻底 把这个魔剑网放下来 我们能够念到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个属于理心不乱了 这个真心现前了 这个就是老和尚常常知道我们的 放下妄想分别自主 自信就现前了 放下的方法 就是直须猛追大势至菩萨 单提一句圣号 无量光寿就是这一句名号 是我本觉 起心念佛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 脱笔一阵 显我自心 十本不离 直屈绝路 这个最快成佛的方法 这个老实物 静念相继的念 就能把这些魔剑网放下来 解诸残伏 这下一句经文 具静永疏 一切烦恼结 结就是好像塞住了 都是残伏 菩萨化现十方 教化众生 断理烦恼 这个叫做解诸残伏 我们在观察自己 观察他人 烦恼相续不断了 好像被绑住了 残伏住了 解脱不了了 越想 越痛苦 越钻牛角尖了 这一句 对我们现在人很相关的 十九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 有一阵是心病了 心里的烦恼太多了 很多的痛苦纠缠 而且这种病 你不赶快 帮他解开这些烦恼 那他就会越来越恶化了 身体的病跟心里的病一样 身体的病你要找治疗 就好吃了 脱越久也难吃 心病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也要能观察到别人 心里的烦恼痛苦 尤其亲戚朋友 我们要能观察得到 我们才能及时给予他互念 现在尤其都市的生活 非常的景臭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景臭的生活 人的心安不安定 有一些大都市 那走路的速度 感觉好像人推人 那他心不安定 他就起不了关照 可能连最近的人 他都不能观察到他的情况 我们有一个词叫麻木不冷 他自己就忙到都陷到市里面去了 心里很烦 他怎么去体恤到身边人呢 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课 上了车 这个同修就说了 最近有一件事很遗憾 我一个邻居才十九岁 就突然自杀了 我说你这个话有点问题 怎么可能是突然自杀了 一个人要走上绝路 他少说也有几年 甚至于十几年 二十几年所积累的负面能量 他说是他的父母说的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看一下 一个孩子来到父母的生命中 他本来是什么状态 连心啊 哇你看那小孩压压学语啊 别人都听不懂 妈妈每句都听懂了 你说这是用耳朵听 还是用心听的 这个我都经历过了 我这个外甥学讲话的时候 我听不懂 都是他妈妈翻译的 他妈妈的耳朵也没有比我好 父母子女连心 怎么几十年之后 他都已经内心痛苦到这样了 父母都没有感觉 所以这种追名逐利的日子啊 真的会使人的心啊 慢慢不敏锐了 其实都要冷静想想 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这样朝九晚五的努力工作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自己跟家人的幸福快乐啊 我们不能人生的路走着走着 把目标给忘了 只是随着 一种社会的洪流在往前走 社会的洪流啊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它影响了 尤其这个攀比行为假如没有放下 比赦比赦就跟着它走了 现在的洪流是都是名利的追逐啊 那只会让人越活越痛苦了 家庭的幸福啊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追求的正确目标啊 那当然我们要解别人的烦恼残服啊 我们也得解自己的烦恼残服啊 先觉才能觉后觉啊 我们要解自己的迷惑了 我们才能帮人家解惑了 我们都做过三十信念了 其中有一句 大家应该有印象哦 诸苦皆从贪欲起啊 烦恼从哪来的 贪啊 人生能解知足了 不贪啊 烦恼一时除了 我们首先呢 知足常乐啊 那我们整个身心状况不一样啊 越来越有笑容了 额头越来越发亮了 你的亲戚朋友看到了 因为现在大家生活都不少烦恼 看你活得这么快乐啊 可能就会找你了了 这就叫为人演说了 所以菩萨都是帮助众生的 解读残服啊 而且是以身教来带动 远超声闻批之佛地 声闻是佛的小城地词 闻佛所说啊 苦疾灭到四地教法等 深闻听佛说法 解悟其中的庙里 然后呢 断除见祸与失祸 出离啊 分段生死 这是六道的生死苦海啊 他出离了 所以正路啊 罗汉果位 我们熟悉的沐渐连 受离佛他们都是声闻众 那这个四地呢 苦疾灭到啊 首先这个苦啊 世间的果 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果相 三苦八苦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五阴赐胜 那疾呢 疾是啊 现在世间苦的原因 所以所有的事都没有离开两个字 就是因果 这个疾就是我们呢 迷惑了 有见识烦恼了 迷了 就会做出不对的行为了 就造业了 那造了很多业啊 就召集了 这些造的业都汇集起来了 他的果报就在现前了 所以黄念老说 警方业力发动啊 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好像 这个缘结束了 可是他所形成的 无形的业力存在了 这些业力越巨越强了 这个苦果就现前了 而当这个苦果啊 已经形成了 那你要把它化解掉啊 那就很难很难了 从身体来讲啊 你这些不良的因素 熬夜啊乱吃啊 慢慢慢慢你毒素越聚越多了 聚到最后变成癌症 一个肿瘤了 那就很麻烦了 他还没有聚起来的时候 你很勇猛的断恶修散了 那这个可能就大势化小了 这个叶就化解 所以黄念老说 要善根发动 你都是善根起来 都在行善的 你哪怕有苦因啊 它没有缘了 甚至这个元殊胜呢 都把它削弱掉了 那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看有一些苦果形成了 佛也没有办法阻止了 就像释迦祖要被灭主了 他这个苦果形成了 所以释迦佛也阻止不了了 好 这个吉呢 因为是造成这个我们世间苦的因 那灭呢 灭了是我们能脱离 这个六道轮回 就是出世的圣果 极灭了 这是出世果 那道呢 道就是出世的因 修因呢 修因才能得果啊 那怎么修才能出去呢 要正住双修啊 包含十三页道理经里面 要遵循八正道啊 那好好去修了 能治涅槃 所以这个道呢 所以这个道呢 是出世的因 好 好 接着呢 辟知佛 这个辟知啊 是凡语 翻为因缘 佛是觉者 所以就义啊 之前翻译这个辟知佛啊 都是圆觉 心意呢 是独觉 因为它是自己觉悟的 不是听佛说法觉悟的 它观十二因缘法 得觉悟的 叫做圆觉 好 观风吹 树洞 夜落花飞的外境啊 而沉道的 叫做独觉 好 这够厉害的哦 看了就觉悟了 好 他们虽是小乘法中的圣位 但是 沉空 至极 他们住在 空里了 未能发起啊 平等普度 无量众生 齐驱无上佛果的大心 他们没有舍小向大 好 所以 会中诸大事啊 善巧方便 随机度生 能视现声闻披之佛教化众生 而离声闻披之佛之下 所以远超恶圣 所以远超恶圣 他超过恶圣人 那当然最重要的 他们是 都是发大诚心的菩萨 那这个圆觉呢 他们是观了十二因缘 那其实啊 我们听了佛讲十二因缘呢 我们也能从我们现前观察得到 这十二因缘是无名 行 这个无名啊 其实就是见识烦恼了 你有迷了 迷了 遇情况了 他会有行动啊 迷糊 行动就是造业 会有善恶业 善恶业形成了 那如果带我们去受报了 叫货业苦啊 所以无名缘行 行缘事 你看 遭业了 业力带着我们要受报了 那个事就是来投胎了 阿赖业事来投胎了 四元明色 我们就投到呢 《复经母学》里面呢 明是有精神 色是物质 明色之后是六入 六入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些功能起来了 不然前面只是一个肉团而已 六入 那这个六根都长出来了 它就会有处啊 会有感触感受了 所以处接着就产生受 产生感受了 这个你喜欢了 就产生爱了 爱了就产生取了 取了就产生要占有了 叫爱取有了 你想占有了 那开始造业了 造了业 你又要去投胎了 又要老死了 就一直在这里循环 跳不出去了 所以修行人 你能让它这个循环不产生 你把它从中断掉了 就出来了 那一般从哪里下公分呢 不要爱 或者不要取 不要有 你没有爱取有 你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老和尚说 有使用权 不要有所有权 这是我的 有了 所以老和尚说 这个出家人 这个有没有放下了 我的道场 神师一出来 又要回来了 一回来 道场里面 没有人 男女交配 只能投到 道场里面的其他的 畜生道里面去了 老和尚讲经说 他住的那个六合园 那只猫 可能是以前的主人 主人就是 这是我的方式 好像去参观的 他还会带人家参观 然后坐的时候 都坐在那个主位 那我们 这个十二因缘 这个可以去学习 老和尚 佛学十四讲 讲记 然后我们 在境界当中 就要很警觉性 要很高了 不能起爱取有的念头 不然自己就 这个轮回就越卷越 越境虚了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